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第一次坐汽车,我有些害怕,缩在椅子角落。 我爸从透视镜看见我肮脏的脚踩在他的新车垫子上,眉头紧皱。 察觉到他异样的目光,我赶紧把脚放进那双破鞋里, 双手紧攥着衣脚,有些不知所措。 我偷瞄一眼妈妈,她穿着很鲜艳漂亮的裙子, 蓬松卷曲的头发,正闭目养神,就像电视里的公主。 我有些想靠近她,但又不敢触碰。 整整七个小时,我就一直僵硬地坐着。 直到车子驶进市区,那些灯,那些高楼,瞬间吸引了我的眼球。 马路宽大的能并排停四辆大车,形形色色的车和人,穿流不息。 连路边牵着的大黄,都有条漂亮的蕾丝裙。 我看一眼自己洗得发灰的衣服,心惊胆战地收回了视线。 车子开进了一个地下洞口,里面停满了汽车,而上面还有几十层楼。 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起上了电梯,直到走出来,我还是不敢置信。 直到他们拧开门,立即冲出来两个七八岁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扑到他们身上,大声喊着,爸爸妈妈。 我才回过沈仔细看,弟弟穿着小怪兽的睡衣,妹妹穿着一条白色裙子,可爱白净地像两个天使,在妈妈怀里撒娇。 爸妈生下我不久就外出打工,留我和年迈体弱的奶奶一起生活。 八岁以后的记忆就只有上学下学,洗衣做饭,守着一两只鸡鸭,照顾年迈的奶奶。 我以为有一天,他们赚到钱回家,我和奶奶也能像这样过上幸福的日子。 直到十二岁,奶奶去世,我照着她破旧本子上的名字,打我爸妈的电话,却没有人接。 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将近六年没回家的日子,已经生了一儿一女。 而奶奶皱巴巴的存折记录上,只有零星几笔的转账。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她是谁?我妈淡淡地说了一句,她是你们的姐姐。 然后一手牵着一个,带着他们往里走,温柔地念叨着。 现在已经九点多了,你们必须要睡觉了。 我爸笑着盯着他们的背影,眼里流露出幸福。 看我时,却又恢复了平常。 家家,进来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奶奶了。 可是我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孩子,人死不能复生。 我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远。 我摸索着,洗完澡,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直到一声尖叫,把我吓醒。 啊,浴室怎么一团糟? 谁会用这里的水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里连洗澡的方式都和老家不一样吗? 小心翼翼地扯住她的裙脚。 妈妈,我只看见那里有盆。 她瞄一眼四处水迹的马桶,看我一眼,把我搂进怀里,突然捂住脸哭了。 我慌张地手足无措。 对,对不起。 没事,你再洗个澡换身衣服,今后和你弟弟妹妹一起去上学。 一起上学,我也可以变得和他们一样吗? 可是奶奶,你再也看不见了。 临出门时,妹妹突然大叫。 为什么她可以穿裙子? 我也要穿。 我怯懦地往后退。 我妈很耐心地蹲下来哄她。 乖宝宝,她是姐姐,要和你一起上学。 以后你们都要一起穿校服的呀。 今天就让姐姐穿一次好不好。 她鼓着脸,不要不要。 见此情景,我妈为难地看我一眼。 家家,你是姐姐,你比较懂事,去换一套衣服吧。 我松了口气,因为我害怕和弟弟妹妹起争端。 他们都太可爱了,我害怕自己惹怒了他们,就会被赶出去。 奶奶说过,不要争意识意气,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活着,今后才能出人头地。 这是做私立中学,到极长办公室时,他们开始讨论差班生的分班问题。 看他从前的成绩,好像还可以。 我爸毫不犹豫地打断,可以什么可以啊? 在那样山沟沟地方拿第一,也证明不了什么。 老师,您不要太客气,随便把他分一个班就可以了。 妈妈虽然对我有些愧疚,却也不怎么信任我,只有提起弟弟妹妹时满心满眼的骄傲。 那是他亲手养出来的孩子,确实,还是不要勉强孩子。 圆圆和满满每次都拿双百,也是因为我们不勉强他们,顺其自然。 圆满,既然弟弟妹妹已经圆满了。 那我这个家算什么呢? 是多余吗? 极长笑了笑。 没关系,我们分班都是按成绩来的。 让家家做一下这套入学测验就行了。 接过卷子时,我也有些紧张。 在老家的学校,老师们通常不会很严格。 我的同学大多和我一样,爸妈不在身边。 他们不怎么写作业,也不爱听课。 所以我听了课,每天课后完成作业, 就能拿到第一名。 那是我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 唯一能逗得奶奶开心的事。 她拿着我的奖状, 视如珍宝地贴在墙上, 说要让来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看见。 如果你爸妈回来看见, 肯定也很欣慰。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 把课本读了无数遍。 幸好,这里的六年级卷子 和老家差异不大, 也不算太难。 老师说,要把我掉进尖子班的时候, 我期待在他们眼中 看见和奶奶一样骄傲的笑意。 可他们却带着被人打脸似的铁青, 勉强地勾起嘴角。 真,真不错。 让我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成绩 还不够他们骄傲。 毕竟弟弟妹妹都是考一百分的天才, 于是我拼命努力, 想让他们高看我一眼。 后来却发现, 不管我成绩超过他们多少, 我事业有多成功, 我有多优秀, 始终都比不上 弟弟妹妹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那是他们耗尽心血培养的结晶, 不是随手浇灌 就倔强成长的野草 所能比拟的。 真正会发自内心为我高兴的, 自始至终 只有奶奶一个人, 却早已经不在了。 开始进入新班级时, 我有些害怕, 因为有黑的皮肤和瘦肝的身躯, 和他们格格不入。 可渐渐地, 我发现他们都在埋头学习, 或者与要好的朋友一起玩, 根本没兴趣在意我。 虽然有些孤寂, 但也没人欺辱我。 我就一门心思地扑到了学习上。 想要考一次第一, 让爸妈也为我露出 和看弟弟妹妹时一样的笑意。 由于我平时很老实, 成绩又一直在进步, 老师们都开始在班上表扬我, 让同学们向我学习。 听见第一个老师这么说时, 我简直受宠若惊, 却把喜悦压抑在心底, 想要考到第一名时, 给爸妈一个大惊喜。 这一次, 我已经进入到班级前三了。 放学回家, 推开门就看见爸妈 围坐在电脑前, 在网上为妹妹搜寻舞蹈课程, 看见课程费的那一刻, 不禁惊掉了下巴。 那是我从前一年 学费的十几倍。 为什么? 他们从来没想过 给奶奶打钱。 我突然就再也张不开嘴, 也毫无分享的欲望。 尤其是当我爸高兴地抱着妹妹, 嘴里叼着她的舞蹈比赛金牌, 还是圆圆灵活, 不像姐姐只会死读书。 我妈默默地笑着, 丝毫没觉得 这话对我而言 有多不公平。 在妹妹这个年纪, 我爬树挂岛, 下河捉鱼翻虾, 有着异于常人的灵敏和皎洁。 奶奶常笑我是猴子转世, 可我会在田里帮奶奶递种子, 会每晚定时喂鸡鸭, 会洗碗晾衣服, 却绝不会在干净敞亮的舞蹈室里, 随着音乐的旋律, 被老师包裹着翩翩起舞。 因为没有用, 回到狭窄的客房, 我趴在床上泪流满面, 浸湿了枕头。 这里原本是堆放杂物的仓库, 我来了后改造成了能放一张床, 一张板凳的卧室。 他们说奶奶走得太匆忙, 是出紧急没有准备, 让我将就一下。 其实这里与我而言, 已经很好了, 只是每次路过弟弟妹妹敞亮 而精心布置的房间, 察觉到里面蔓延出来的爱意, 还是会觉得心痛, 就和今天一样。 奶奶, 你常说知足常乐, 可怎么样才算知足, 这样就够了吗? 我掏出作业, 边哭边写。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 想爸妈时, 嘴馋时, 累到不想干活时, 抽出一本课本看, 动笔写上几个字。 现实的痛苦, 好像就减轻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 奶奶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没读到书, 没认识字。 她说, 只有好好读书, 才能有出路。 我想找找奶奶说的那条出路, 哪怕找不到, 也总有一种盼头在吊着我。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堵着一口气, 此后我成绩进步飞快, 直奔年级前三。 是走在学校路上, 都要被同学和老师惊叹一生的程度。 中考前的宣誓会, 学校邀请我爸妈来宣传学霸教育经验。 梁家爸妈, 你们是怎么教出这么优秀的孩子的? 她的进步, 真的是我一步一步地看着上来的。 听见老师的恭维, 他们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却并没有很开心。 大概是因为他们细心呵护鲜花的光芒, 被一棵野草的疯狂掌势掩盖了。 刘老师您过奖了, 他就是走狗屎运而已。 老师瞬间面色凝重, 话可不能这么讲, 孩子已经够努力了。 这样讲, 未免也太伤孩子的心。 他们一愣, 好像被揭穿了心底的偏爱, 尴尬地点头映成。 事实是我们考虑不周。 回家的路上, 弟弟妹妹把我挤到角落, 看着我一声不吭, 他们就相视一笑。 毕竟他们才是一起长大的亲姐弟, 对我一个突如其来的姐姐 有敌意也正常。 只要他们不做得太过分, 我也不想和小孩子计较。 圆圆满满, 姐姐这次可是优秀学生。 你们要向她好好学习, 知道吗? 我有些惊讶, 妈妈会这样说, 心跳都有些加快, 却在下一秒就毫无波澜。 但成绩太好, 其实也没用, 妈妈觉得你们能平平安安地 健康成长就够了。 可我刚来时, 她指着墙上贴满的奖状, 满脸欣慰。 你弟弟妹妹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 这样今后才能有个好前途。 言外之意, 是我不配。 我今天投篮, 连进了二十个球。 是吗? 满满真厉害。 妹妹不服输地 搂住妈妈的胳膊。 我, 我今天, 我今天。 妈妈笑了笑, 轻轻地抚摸她的头顶。 没关系, 就算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做, 妈妈也爱你。 我的心在颤抖, 她对弟弟妹妹的爱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对我, 或许只是愧疚, 愧疚之下, 还有想将曾经的痛苦 和不堪埋藏的厌恶, 常常若隐若现地 刺痛我的双眼。 她和爸爸都是一样, 可是我明明 什么都没做错。 我只是生在了 他们最年轻 又无法负责的时候, 就要忍受 这不公平的一切吗? 奶奶, 我已经不断劝诫自己 要知足了。 为什么就是无法压抑下 这口无名之气呢? 可我什么都不能做, 找不到问题答案的我, 只能一遍一遍地 重复着奶奶最后一句话, 好好读书。 我考上了 市里最好的高中, 爸妈说为我高兴, 想带一家人出去吃饭。 家家, 你想吃什么? 我还没张嘴, 弟弟就大喊着 麻辣小龙虾。 他们笑着问我, 怎么样? 你弟弟的提议还不错吧? 这样斩钉截铁的语气, 就算说不想吃辣, 好像也无济于事。 我和从前一样 顺应着点头, 他们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我虽然有些落寞, 可看着这一幕 还是觉得温馨。 比从前和奶奶相顾无言时, 比奶奶走后孤零零, 无依无靠时, 实在是好太多。 本来他们也不欠我什么, 就这样抚养我长大, 已经够了。 我不该奢求太多。 菜上来以后, 弟弟加了一大盘子龙虾, 他们见我只吃几口菜, 问我, 家家, 菜不好吃吗? 你如果不喜欢, 下次可以直接说, 现在来了再扫兴, 就没意思了。 明白吗? 不想就说, 想要就争。 可是究竟该怎样开口呢? 太拧巴了, 就会让人厌烦。 或许我这样敏感细腻又脆弱的性格, 才是不配得到爱和想要东西的根源。 开朗大方的弟弟妹妹, 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需求, 而我却阴暗孤僻地可怕, 谁都不会喜欢。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很好吃, 只是, 话还没说完, 弟弟突然捂着肚子口吐白沫, 脸肿得不像样子。 有些害人, 爸妈惊慌地围上去。 我赶紧提醒他们, 别靠太近堵住弟弟呼吸, 并且掏出手机打120。 报告单一出来, 显示是小龙虾和辣椒吃多急性过敏了。 怎么会这样? 他之前吃也没问题呀。 妈妈焦急地掉眼泪, 我也忍不住担忧。 妈妈您先别担心, 送医急时, 很少有过敏死亡的案例。 我爸却瞪我一眼, 看着被推进急诊室的弟弟, 眼神有些恐怖。 要不是你要吃小龙虾, 你弟弟会这样吗? 我们好心好意为你庆祝, 你都做了什么?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 我被他一通胡言乱语问蒙了。 爸, 是弟弟他自己要? 还敢狡辩? 清脆的一巴掌彻底打醒了我。 我颤抖着倒在地上的那一刻, 看着无动于衷的妈妈和妹妹, 突然觉得自己可笑。 原以为就算没有深厚的爱意, 在日渐相处中也早已经成了一家人。 可这么明目张胆的谦怒和误解, 没人觉得怪异。 我活该是他出气的对象, 永远屈居于家里的底端。 我捂着脸, 平静地站起来, 盯着他的那一刻, 他似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蛮不讲理。 眼神躲闪地走上前, 不好意思家家, 是爸爸太冲动了。 我妈依旧死死地盯着急诊室的方向, 没有看我一眼。 妹妹看见我被打, 原本担忧地脸乐呵呵地笑。 这不算偏心, 因为不爱, 才能趁我没有羽翼, 必须要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无能为力时, 碾压我的自尊与人格, 随心所欲。 我与他们的关系不对等, 一个屈居于他人屋檐之下的外人, 做任何事情才需要谨小慎微。 我怎么会以为变得开朗乐观, 就能得到谅解呢? 孤零零地活着, 是我的宿命。 奶奶说长大就好了, 读书出来就好了, 可是这些创伤, 真的能在完成的一瞬间愈合吗? 她鲜血淋漓, 我高考那一年, 赶上弟弟妹妹中考, 因为贪玩, 他们的成绩到了初中, 就急转直下。 爸妈虽然着急, 也不想勉强, 于是打算等他们考上高中, 送妹妹去学舞蹈, 弟弟去学画画, 走艺术生的路子。 提前一个月, 他们就已经在为弟弟妹妹谋划学校, 调整心态。 圆圆满满, 这次考试, 你们尽量放松心态就行。 不要求考太好, 但只要碰到浦高线, 考上高中, 之后走艺术专项考大学, 就方便多了。 夜里我听见隔壁书房爸妈 查学校的键盘打字声, 辗转难眠。 他们应该已经忘记, 我睡在隔壁仓库, 隔音很差, 也不记得过几天我要就要高考。 我翻身起床, 把卷子摊开在床上, 打开台灯, 再写两套题好了, 可直到写完, 还是难以入睡。 从书包里掏出做的思维导图,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天就亮了。 此刻, 我从窗户的反光里 看见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 忍不住想笑。 真的很像古代学疯了的疯子, 希望不要最后像范进那样疯癫就好, 不过像他也不算坏事, 至少他榜上有名。 我还真是学疯了。 佳佳, 你去学校了吗? 听见敲门声, 我打开房门。 还在呀, 把你初三做的资料 给你弟弟妹妹用一下吧。 他们也要中考了, 想起他们平时对待教科书的样子, 又回想起自己当年一笔一画 整理好的笔迹和思维导图, 我有些犹豫。 怎么了? 不想给吗? 做人不能这么小气, 他们可是你的亲弟妹。 没有。 我现在去找给您, 但是您千万看住他们, 不要把他弄坏了。 妈妈笑了笑, 藏得像个宝贝似的。 放心吧, 没人想偷你这东西。 我忐忑不安地交给他, 看着他渐渐走远。 收拾收拾书包, 就去上学了。 三天的考试一晃而过。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 我突然有些空虚, 这场我准备了十二年的考试, 好像并没有那么困难。 就和每一次摩考一样, 没有分别。 等同班同学差不多把教室清空了, 我才走进去清东西。 虽然和大家都不是太熟, 可这么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奋斗了三年的同学情谊, 今后也很难忘去了。 我就是一个如此拧巴的人, 明明对一点点爱意都珍惜不已, 却又不敢流露分毫。 盯着同桌空荡荡的客桌, 我酸涩地忍不住眼泪。 平时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学习, 就会互相交错天数去食堂带饭。 他走读, 就会每天看新闻和天气预报, 和我讲今天的政治热点, 提醒我要不要带伞。 遇到难题, 我们也会互相讨论, 交流心得。 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搭子。 整理最后的试卷时, 调出来一张纸条, 却令我心惊肉跳。 打开一看, 只是一张白纸。 我自嘲地笑了笑, 刚刚在想些什么? 他也算天之骄子了, 容貌秀丽, 家境优越, 成绩优秀,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交集。 却在坐在他的座位上时, 第一次看见了那些划痕。 梁家, 今天知道我喜欢你了吗? 这套桌椅跟了他两年, 不可能是别人。 吴卓熙喜欢我。 两年后的最后一天, 在他早已经有了新女朋友, 配合父母的计划, 准备出国留学时, 知道了。 这行字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划痕, 好像在划掉他对我所有的爱意。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不合时宜地出现? 无数个深夜梦醒时, 我都在想, 如果晚出生几年的是我, 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可惜没有如果, 事实证明我会错过一切。 从亲情到爱情, 一切都摇摇欲坠。 弟弟妹妹中考完以后, 我就去问他们讨回我的笔记。 他们似曾相识地相识一笑, 就几个破本子, 你怎么这么小气, 还要讨回去?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 已经预感到不详。 赶紧去找我妈, 我嘱咐过她, 她至少不会让我的笔记 变得太难看。 妈妈, 我的笔记呢? 她停下切菜的手, 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 答应过我的那句话。 什么笔记? 我不是让你借给弟弟妹妹了吗? 你去问一下他们。 我心底一咯噔, 如果没有她看着, 我不敢相信那些笔记 会变成怎样。 这只是一件小事, 在所有人看来 都在细微不过的事情。 可就是这么一次次叠加, 忍无可忍爆发。 您不是答应 帮我保管好吗? 为什么出而反而? 心里却怀揣着一点希望。 作为我的妈妈, 能不能让我哪怕一次? 只要她能温柔下来 哄我一句, 哪怕是假的,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 原谅。 至少证明她 真是我所珍视的东西, 我们之间残留着 母女之间的爱意。 她皱着眉头, 被我的语气激怒了。 你是嫌我做菜做饭 还不够累吗? 非要胡搅蛮缠。 就是几张纸, 丢了就丢了, 难道还能割你一块肉? 难道要把你弟弟妹妹 都打一顿, 你才解气? 我突然有种拳头 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因为她不在乎我的感受, 就算我歇斯底里地和她吵, 她也只会觉得自己委屈, 是我瞒不讲理。 我转身站在弟弟妹妹眼前, 我的笔迹在哪里? 不见了。 他们笑着溜到妈妈身后, 她就像一只母鸡, 张开翅膀, 护着被恶鹰灼杀的孩子, 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你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呢? 大概就和从前每一次一样, 默默走到房里, 边哭边写作业, 可是我已经毕业了, 一个破东西还这么斤斤计较, 你的笔迹早就过时了, 我们根本就没用, 没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丢掉? 没有用, 我辛辛苦苦三年, 寄托了所有心血与泪水的回忆, 他们说只是几本烂纸, 毫无用处, 再没用也是我的东西。 见我语气激动, 情绪不稳定的样子, 我妈的手甚至握紧了刀柄。 我笑了笑, 转身走进他们房间, 摔烂了他们所真爱的所有玩具。 这只熊, 这么烂了, 撕了吧。 这份签名, 字都糊了, 撕了吧。 他们盯着我, 力大无穷地像发疯了一样, 都不敢动弹。 梁家, 你疯了吗? 掺杂着我弟妹撕心裂肺, 撒泼打滚的哭骂声, 我心情舒畅地笑了。 对, 我就是疯了。 他一边拉扯他们, 一边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那是他们最宝贝的东西。 他们可是你亲弟弟妹妹, 你怎么忍心? 最宝贝的东西。 对于弟弟妹妹喜欢的东西,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 弟弟喜欢的小熊, 他细致入微地洗了上百次, 却依旧完好无损。 妹妹喜欢的明星, 他工作在忙, 也会请假, 去帮他要签名。 我被他借走的笔记, 他说只是一答废纸。 我为什么疯? 妈妈你不知道吗? 妈, 他就是个疯子, 你快教训他呀。 没了我的小熊我就不活了。 他心疼地盯着被我毁坏的东西, 然后平静地看着我。 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女儿。 他以为我会和从前一样低头认错, 可这一次我不会再回来了。 成绩出来以后, 家教很容易找。 是状元的名头, 肯定也有很多人感兴趣。 光是自媒体就能捞不少钱。 加上学校给的奖金, 在外面好好活着也不算太难。 除了有些估计, 其实没有我想得那么难熬。 拿到清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刻, 我瞬间就浮现出一张皱巴巴的脸。 是我最想要通知的人。 那天, 我直奔高铁站, 连夜赶回了老家。 那座木房子早已经腐朽, 四处长满了杂草, 堂里唯有我的奖状, 因为奶奶小心翼翼贴满的胶布, 还残留着痕迹。 奶奶, 我盯着坟头那张满是灰尘的黑白照, 伸出手擦了擦, 忍不住抱住墓碑, 哭得稀里哗啦, 将那张录取通知书摆在她眼前。 您看见了吗? 我知道, 您是唯一会真心为我高兴的人。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终有一天, 我会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 本来人活着, 就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爱意而活。 坟头的杂草随风飘动, 我知道, 是您在为我祝贺。 九泉之下, 依旧有人在爱我。 看见手机上近几十条未接来电, 我编辑好憋在心底近十年的心声, 发了一条短信。 不论如何, 我很感激你们养育我到十八岁。 今后如果有困难, 我会权衡利弊相助。 我很好, 你们不用找我了, 比起活在无穷无尽的内耗 和被偏爱击败的崩溃里, 截然一身更适合我。 然后发送一个不常用的工作号码, 彻底删除了他们。 其实割舍并不难, 只要跨越过了渴望爱的那道坎, 心就会硬如磐石, 不会再动摇。 难的是彻底割裂前的顿刀割肉, 不缓不慢, 撕裂又愈合, 愈合又撕裂。 直到忍无可忍时, 用力砍上一刀, 再也不用忍受这样的痛苦。 奶奶, 为我骄傲吧, 您的孙女绝不会再往后退一步。 我要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到我的人生最高点, 然后平和地俯瞰曾经的一切。 您也会为我高兴吧? 这是我对你的许诺, 也是给我自己的鞭吃。 过好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无关任何其他人。 暑假两个月, 我接了几个家教。 再加上奖学金, 应付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暂时绰绰有余。 而沉寂了近四个月的爸妈, 等着我身无分文, 交不起学费时, 和从前那样不得不低头回去求他们, 却迟迟没有等到。 这天, 我和往常一样去上课, 路上却遇见了他们, 前面就是我的弟弟妹妹。 没看见我之前, 他们在校园里说说笑笑闲逛, 就如同每一位带着孩子 来感受高校氛围的家长一样。 看清楚是我, 他们的脸色明显僵硬, 走上前生硬地递出一张银行卡。 这几个月一直没看见你, 那天你妈只是说气话。 你发给我们的短信, 我们也看了。 什么叫被偏爱击溃? 你出来的这些年, 我们难道有亏待过你一分一毫吗? 这些是你的学费和生活费, 不够再问我们要。 拿着, 别再和我们怄气了。 自始至终, 他们的眼睛都透过我, 放在我弟妹的身上。 他们四处打量, 好奇地探索这座校园, 找我只是他们游玩的附带品。 平等, 物质上可能平等了吧, 但精神呢? 还有谁记得, 我十二岁之前的生活? 你们还记得奶奶吗? 那个孤零零地死在家里的奶奶。 原本我不断说服自己,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和工作的忙碌中。 隐约忘记了那些痛苦, 可他们又出现在我眼前, 撕开我血淋淋的伤疤, 训斥我的蛮不讲理, 我的不尽人情。 你一定要这么胡搅蛮缠吗? 他们的眼睛早已经不在我身上, 只是担忧我弟弟妹妹单独行动会不会危险, 以及我现在的不接受扰乱了他们的参观计划。 我们从大老远赶过来, 就是怕你没钱没生活费在学校里受苦。 你呢? 你把我们对你的真心当什么了? 我冷笑一声, 撞开他们往前走。 学校很大, 再不参观就参观不完了。 他们先愣了一会儿, 反应过来以后, 就像被戳破了精心包装的面具, 气急败坏。 好, 好, 你就是这么想我们的。 你不要就算了, 大不了从今以后, 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他们什么时候, 有过我这个女儿呢? 怕我没有学费和生活费, 却是四个月后的一个下午, 在校园偶遇语时, 对着我嘘寒问暖。 从没有亏待过我分毫, 是说把我和奶奶像宠物一样一气在家, 偶尔想起来, 才迟迟来的零星几笔转账吗? 午后的风和煦, 树荫蔽日, 阳光也不刺眼。 我走在校园的小路上, 周边人来来往往, 却清冷得好像这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泪就从眼角滑落到怀中的课本上, 毕业后, 从前的那些渐渐模糊。 我和几个同样贫寒的学子, 开了一家自媒体工作室, 起初, 用清大的名头来吸引用户粉丝, 积累起资本以后, 就开始培育新人和新账号。 拿着这些钱, 我们跑遍了各个高校, 专门挖掘专业对口的人才, 赋予他们高昂薪资, 借用众人的智慧, 专心致志想创意, 开发新平台。 后来, 我们简陋的工作室, 渐渐成了全国最大的自媒体企业。 我的钱多到十辈子, 也花不完。 但想要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产业链上站稳脚跟, 不创新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将产业链从更新到实体产业, 生产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虚拟经济来钱快, 却只是虚假的繁荣, 对个人当然有利, 对社会却未必。 成为一个有用之人, 财富和权势只是附加品, 人生真正的价值体现在担当与责任。 奶奶说, 她希望我是一个有用之人。 她活在那个年代, 就是因为有无数有用之人, 她才不至于像她父母一样沦落街头, 不得不成为上位者的奴隶。 我铭记于心, 然后我将产业拓展到了文化、 知识付费领域。 将基础读物和知识的价格 通过其他产业支柱和政府补助支持, 为消费者往下压。 我不希望有人因为贫穷 而没有受教育的资格, 但凡我当年没有这个机会, 就绝不会头脑清醒地走到今天。 因此对于教育的捐款, 我毫不吝啬。 钱财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攥在手里没有用, 只有用在人身上才有用。 渐渐地, 我的事迹被人挖掘出来。 无数记者蜂拥而至, 找关系出高价, 希望得到我的独家专访权。 有很多是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我本来不应该拒绝, 可我生性孤僻, 不爱活在闪光灯下。 曾经那样混杂于人群之中, 只是因为不得不做。 现在我已经不想再受到过多的曝光和关注。 专注当下就够了。 从前的日子, 我很少去想, 也竭力地控制自己忘怀。 原生家庭之痛六个字, 我努力挣脱, 不让它成为我的枷锁, 而是驱使我前进的动力。 我不想再陷入那样的痛苦, 所以我奋力挣扎。 奶奶说得没错, 只有好好读书, 今后才有出路。 生活就像海洋, 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我就是那个即将上岸的赢者, 我绝不会溺亡在伤痛里。 已经有一片领域是属于我的。 我不用再祈求任何人的爱意来弥补空虚。 但一次偶然的契机, 我又遇见了吴卓熙。 她如今蓄满了胡子, 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女娃娃。 她的妻子坐在一旁, 满脸爱意地看着她逗弄孩子。 我压低了眼睛, 掏出一顶鸭舌帽带上。 或许是酸涩, 也有一些遗憾。 可其实,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曾经真心实意爱过我的人, 我爱的人, 如此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 于我而言, 也是一种幸福。 尊敬的旅客您好, CZ-636X航班即将开始登机, 请您前往27号登机口登机。 我提起行李箱, 转身看了最后一眼, 然后离开。 这世上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够得偿所愿, 总有些遗憾, 永远都停留在过去。 时间已经凝固, 唯一可以流动的只有人。 如同我父母在我离开以后, 抚养着我的弟弟妹妹, 依旧幸福美满地活着。 他们知道, 弟弟妹妹远没有我如此巨大的成就, 却没有丝毫懊悔怨恨, 依旧幸福的心满意足。 丝毫不愧对于我, 愧对于我奶奶。 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 原本就只有一家四口。 我应该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也确实无法接受, 却不可能掐着他们的脖子,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跪下认错, 对我和我奶奶说对不起。 也没办法狠狠报复他们, 因为他们对我和奶奶仅仅是绝情, 却没有触犯法律底线。 活在社会秩序之下的我, 享受他带给我的有序, 也就不得不自觉地维持他的秩序。 我或许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对我的创伤, 他就在那里, 也永远不会原谅他们放任我奶奶孤零零地死去, 无依无靠。 可我最终只能释怀, 只有释怀了以后, 深夜里想起, 才不至于窒息。 我要向前看了, 他们只是过去。 他们说人在遇见从前的人和事时, 就会将神智跳回到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或许是今天看见了在我最脆弱时光时的同桌。 我又做梦回到了过去, 我依旧是那个渴望父母关爱的小女孩, 孜孜不倦地探求如何让他们看我一眼, 却一次次地被那些细微的情节伤得遍体鳞伤, 惊醒在深夜, 满头大汗。 梁家, 你早已经不是十八岁的小女孩了, 为什么还要困幼在过去? 你答应奶奶的话, 这么快就忘了吗? 我捂着异常跳动的心脏, 一口一口地呼气。 原来童年的伤疤, 不是我想要缝上, 下定决心要愈合, 就能够痊愈的。 除了让时光渐渐把记忆磨损, 别无他法, 否则我就会一次又一次地 看见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向我求助, 一次又一次地记起奶奶厌气的最后一刻, 然后哭到窒息, 无论再多成就和财富, 都无法填满那巨大的黑洞。 我走到厕所, 洗了一把脸, 盯着那张有细微皱纹, 饱含阅历与沧桑的脸, 我才能清晰地认识到, 我是33岁, 不是18岁, 没什么好怕的。 我推掉手头的所有工作, 历经三天三夜, 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只有她, 才能抚平我心底的伤疤, 靠近时, 好像能看见她在对着我笑, 说, 家家, 奶奶相信你, 我绝不会再退回到过去。 奶奶, 您说我是悬崖上的紫荆花, 我以为是因为我的一切都摇摇欲坠, 但后来我知道, 您是在告诉我, 悬崖上的紫荆花也是紫荆花, 您是我此生挚爱之人, 您说的两句话,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好好读书与好好活着。 人只要怀着希望与智慧努力向前, 总有一天能冲破原以为永远都走不出的黑暗世界, 毕竟有时候, 事事就是如此难料。 你以为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消散的东西, 可能又会在某个未知的明天出现在眼前。 我无法言表我对您的感激和爱意, 您养活了我, 又赐予了我一条新的生命。 我只能保证, 这条新生命它会一直跳动, 直到我的人生结束。 安息, 奶奶, 我还会来看您的, 我会更加坚韧, 更加强大, 更加幸福。 落日的余晖打在奶奶黑白的照片上, 却在熠熠生辉。 一位不幸的人, 孕育了一位幸福的人。 她将爱意传递给我, 我紧握着她, 处于黑暗, 处于低谷, 处于绝望之时, 握紧着一抹光亮, 然后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无数次我在这场旅途中跌倒, 却坚信, 总有一天, 不幸会终止在将来。 再见, 奶奶。 其实有时候, 恨意与难平的消散如此简单, 只需要用爱意填满。 后来我亲眼看见自己资助的孩子, 从贫穷怯懦, 变得富裕自强。 我的产业为社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 我所带领的科研团队, 开辟的新型技术, 便利了千家万户。 我走上了一条利己利他的道路, 逆袭的故事被写进书里, 流传在大街小巷。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奇迹, 只有我知道。 这奇迹并不神奇, 他的背后满是伤疤, 却在获得国家颁布的最高慈善奖时, 看见我父母第一次给我的那个号码, 发来一条短信, 约我见一面。 地点在曾经那家麻辣小龙虾店, 店主已经换了很多家, 却依旧在卖小龙虾。 同样的地点, 那一年我被迁怒却无能为力。 这一年, 他们突然醒悟, 声泪俱下地向我道歉, 抱歉他们差点毁掉一个 如此仁慈, 伟大之人。 家家, 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这么偏心, 对你不闻不问, 差点毁掉了一个好人。 甚至连我的弟弟妹妹看我的眼神, 也变成钦佩与崇拜。 可其实, 犯下过错之人, 绝不会在多年以后突然幡然醒悟。 事实是, 他们被网上和街头夸耀我的言论而牵引, 被那些批判我的原生家庭恶毒的攻击所振动。 于是开始思考, 他们是不是确实错了, 却也不是真正的认错。 我早已经不需要了。 你们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 而是那一年孤苦伶仃的老人和孩子。 偏爱有理由, 可一旦形成就没有了理由。 人的心很复杂, 爱与不爱都取决于他是否愿意。 有些爱意并非祈求就能得到, 除了劝诫自己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别无他法。 当走到尽头, 再也看不见从前时, 我们就逃脱了。 走出店门口的那一刻, 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觉得温暖和煦。 什么时候你们在血缘里白? 我们下手宾看得到。 我们下手宾看得到, 用着密码一线上冠箱, 你用着龙眼前的血缘线上,